在魂师精英大赛上,唐三由于在与赤火学院的对战中,受了重伤,为了养伤,唐三无法再度出战,不过在之前的战斗中,唐三为火舞抗伤的行为,让一旁观战的小五又是心疼,又是吃醋,唐三着实难纳,面对拥有众多与唐三一样,能对付的控制系魂师的植物学院,邪火凤凰胖子终于等来了登场的机会, 与植物学院的对战中,先上阵三名替补队员,仪式对方实力,同时也是为了魔力几名替补队员,虽然被对面一串三,但是想必在知多心大师的预料之中,满红俊实力之强劲,要是在对战植物学院时,一开始就登场,想必能够以一人之力打败全部对手,虽然是史莱克七怪中年纪最小的学员,但作为七怪之一,其实力又岂会弱,如果就爆发力而言,胖子的实力恐怕都能与唐三比肩了, 作为隐藏的一张牌,第一次出场的马洪俊,除了队友能够知道,对手面对的是怎样的人之外,场上其他人估计看着胖子的实力和体型,心中都会瞧不起他吧,不过胖子并没有生气,只是睡水推舟,开始他伴助吃老虎的表演,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,走上擂台,气场极其强大,一步一个活脚印,对着对手说下手不要太重, 却是放出四个魂环,屏幕上展示出他的极瓶火属性五魂,加上他之前吃的机关凤凰魁,其火力更加强大,面对那么可爱的小姐姐,胖子可是真的一点都不手下留情,这就是传说中的拉手催花啊,不过小胖子,你这样是会没有女朋友的啊,在之后对战植物学院其他小姐姐的时候,下手简直毫不留情,给人的感觉那是一个比一个狠啊, 想必胖子被藏太久了,好不容易登场,只顾着自己出风透了吧,与植物学院的对战在胖子的猛攻之后,最后对战植物学院队长时,使出了自己的魂迹凤凰凰笑田姬,打败了对手,还好唐三和戴老大,即使喊出了手下留情,不然胖子真的是彻底的失去了走偶权,而植物学院的最后一位对手,在看到胖子这样的残忍手段之后,直接选择了投降,胖子还是太年轻,只顾着自己出风透,这一战,风透是出尽了, 但是那可是拿自己的择偶,全换的啊,对胖子深表同情,虽然鄙视中,胖子也有过想耍帅的行为,想要暖一暖,伸手去搀扶被他打倒的小姐姐,但一定是他之前的蜡手催花行为,让植物学院的队长看不惯,所以就打断了胖子的小算盘,好了,不要说了,这就是胖子的人生巅峰了,下期再见,选择了投降,胖子还是太年轻,只顾着自己出风透,这一战,风透是出尽了, 但是那可是拿自己的择偶,全换的啊,对胖子深表同情,虽然鄙视中,胖子也有过想耍帅的行为,想要暖一暖,伸手去搀扶被他打倒的小姐姐,但一定是他之前的蜡手催花行为,让植物学院的队长看不惯,所以就打断了胖子的小算盘,好了,不要说了,这就是胖子的人生巅峰了,下期再见